《举与刀》是美国人类学家路斯·本尼迪克特于1946年出版的一部文化研究著作 这本书引起对日本文化的独特视角和深入剖析而备受关注 路斯·本尼迪克特原本无法进入战事封闭的日本 他通过日本在美人世的访谈 日文文献翻译等间接手段来研究日本的民族心理 形成了他对日本文化的深入理解 尽管这种研究方式在今天看来颇具局限性 但本尼迪克特所揭示的日本文化的许多特质和行为模式 至今仍然被广泛引用并成为理解日本文化的重要参考 庶民《举与刀》暗示了日本文化的复杂性 《举与刀》代表和平、优雅、礼仪和温情 而刀则象征暴力、武视到精神和荣誉感 通过这两个象征性的形象 本尼迪克特形象地传达了日本文化中的矛盾与和谐 一种既从上温柔又尊敬力量的双重性格 他从多个方面剖析了日本的社会规范 道德价值、家庭观念、个人与机体的关系 并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 他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构造方式 他的分析建立在二战后美日关系的历史背景之上 试图解释美国在战后占领和重建日本过程中 遇到的种种困惑 书中对日本文化的一大核心分析是 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对比 本尼迪克特认为 西方社会通常属于罪感文化 强调个人的道德良知 个人在内心中对错与否有清晰的判断 而日本文化属于耻感文化 重视社会对个体行为的评价 耻感文化中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外部的反馈来判断行为的正当性 社会和他人的看法成为约束行为的主导因素 换言之 耻感文化中的人们并非因为内心对错的直觉 而是因为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期待而规范自身 这一文化特性被认为深刻影响了日本人的行为准则 比如他们对名誉的高度重视 以及他们常常表现出的顺从和自律性 在研究日本的行为规范时 本尼迪克特详细分析了一里与人情这两个概念 在日本的社会伦理中 一里象征着个人对家庭 亲友 雇主乃至整个社会所应履行的责任或义务 而人情则指情感上的联系和人际温情 一里是约束性极强的 他对个体的道德和行为产生压力 迫使他们维护社会和家庭的和谐稳定 而人情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一里的缓冲剂 然而 一里和人情往往彼此冲突 一里要求人们无条件服从责任和义务 而人情则反映了人的自然情感需求 这种一里与人情的冲突 常常使日本人处于紧张和矛盾的状态中 他们努力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以维护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声誉 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 日本文化对身份和角色的重视也非常显著 本尼迪克特指出 日本人从出生开始就会接受 关于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所扮演的特定角色的教育 这种身份意识和角色观念贯穿他们的一生 每个人都被期望在家庭、学校、工作等不同环境中 展示适当的行为 正因为此 日本人很少有机会放下面具来展示真实的自我 个体的情感和需要往往被隐藏在角色之后 这种强烈的角色意识在家庭伦理中尤为明显 例如长幼有序 男女有别 以父母为中心的家庭结构等 都要求家庭成员按照自己的角色承担责任 履行义务 家庭的和谐被视为社会和谐的基石 因此个人必须压抑自我 服从于家庭责任 在日本文化中 报恩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规范 这种报恩意识不仅体现在家庭中 也体现在工作、社交和其他方面 被恩惠所养育或受人帮助的人 会将报恩视为一种无法回避的责任 日本人普遍认为 背负恩情是无法用物质偿还的永久负担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日本人 会选择不求回报的付出 帮助他人 报恩的背后 隐藏的是一种循环的责任系统 这种系统确保了社会关系的持久与稳定 在某种程度上 日本人对于报恩的重视 让他们产生了对他人的依赖性 也正是这种相互依存的模式 构成了日本独特的集体主义精神 本尼迪克特还分析了日本文化中的面子问题 面子在日本文化中与尊严和名誉息息相关 日本人往往会采取各种手段来避免丢面子 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尊严 例如 在公开场合下 他们会尽量避免直接表达个人意见 以免与他人发生冲突 或让他人感到尴尬 日本人对面子的重视 使他们善于掩饰情感 并在言谈举止中保持克制和礼貌 即便在个人情感强烈的情况下 他们依旧会用外在的克制与沉默 来掩盖内心波动 从而避免让别人失去尊重 这种对面子的强调 深刻影响了日本人的人际交往方式 使得他们在与他人交往时 更注重群体的和谐 与彼此的相互尊重 在军事历史和武士道精神方面 日本文化对荣誉与忠诚 有着强烈的崇敬 这一点在武士道精神中尤为突出 日本武士道强调忠诚 无私和牺牲 尤其是在主仆关系中 忠诚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美德 武士们对主人忠贞不渝 为捍卫主人荣誉而不惜牺牲自己 即便在现代社会 武士道的影响仍然深刻地根植于日本人的价值观中 例如企业员工对公司忠诚 士兵对国家的忠诚等 武士道中的切腹文化 也反映了日本人对荣誉的重视 为了维护名誉 宁可以死谢罪 武士道精神将个人名誉是做生命的一部分 这种理念贯穿了日本人对荣誉和自我价值的理解 通过这些对日本文化的深入分析 本尼迪克特揭示出日本社会中的集体主义精神 这种集体主义表现在日本人对群体利益的重视 甚至愿意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团体的和谐 与西方强调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的文化不同 日本文化强调个体服从群体 特别是在家庭、学校、公司和国家等重要领域中 个人被期望服从群体的决定 甚至压抑自我来融入集体 以确保和谐和秩序 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战时表现的尤为明显 日本军人愿意为国家牺牲 这在当时美国人眼中显得不可思议 也正是这种集体意识帮助日本人实现了高度的团结与组织能力 尽管《鞠与刀》被广泛引用 也引发了许多讨论 但他的研究方法和结论 在日本学术界和部分西方学者中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有人认为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是基于战时的政治需要 难免带有偏见和局限性 由于他未曾亲身进入日本社会 依靠文献和访谈收集资料 部分结论未必完全符合实际 此外 随着日本社会在战后发生的变化 部分传统价值观已经有所淡化 然而 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的理解 无疑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入 系统的视角 为后来者研究日本文化提供了启发和参考 总的来说 《鞠与刀》通过《鞠与刀》这一独特的意向 形象地展现了日本文化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鞠》象征了日本人对美好 和平的追求 而刀则反映了他们对荣誉和强烈责任感的执着 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持感文化与西方罪感文化的比较 揭示了文化差异对行为模式的深刻影响 在日本文化中 社会期望 家族义务 面子和荣誉等价值观塑造了个体的行为方式 使得日本人与西方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行为逻辑与价值观念 即便今日的日本社会早已发生了变化 但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所勾勒的日本文化轮廓 依然是理解日本文化的重要窗口 为读者提供了宝贵 的文化洞见